德云社能有如今的地位 除了与郭德纲的领导分不开干系之外 更多的是内部越来越团结 尤其是在有几位先后离开之后 如今的德云社虽不能说如铁板一般 但相比其他团体要好上很多 而作为德云社的大总管 短云平在德云社的地位自不用多说 光看他是总教习高峰的搭档 就足以看出郭德纲对他有多看重 也不枉爱图支撑 其实短云平不是没有才能 相反他的相声功底也数一数二 从最近的德云斗相社中就能看出 只是他为人低调 对名利也极为看淡 再加上他为人正直 在管理方面也极具才能 所以变成了郭德纲的大管家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耿直 曾几何时也得罪了不少的师兄弟 当年某人就掀起了亲军策的举动 不过最后非但没有将短云平倾走 反倒坐视了他公正耿直的人设 也越来越受郭德纲的喜爱 郭德纲对他的评价倒也正确 为人耿直不怕得罪人 也许是郭德纲感觉这么多年 委屈了自己的爱徒 再近几年也是有意的力捧鸾云平 除了不绝口的爱徒之外 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 鸾云平露面的戏份也越来越多 自德云斗校舍以来 观众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鸾云平 而他也意外地受观众的喜爱 鸾潘潘的称呼也被流传开来 据悉 几期节目下来 鸾云平的粉丝已经突破200万 一举一动也都能引来网友的诸多评论 在郭德纲的力捧下 鸾云平的人气越来越旺 除了说相声之外 鸾云平还有个爱好 就是爱听金剧 他自小就有一个梦想 想要去梨园捡票 因为那样就可以天天听相声 就算到如今 鸾云平只要有时间 就会乘坐地铁 跑去梨园听戏 而且他还有个喜欢了 二十多年的金剧名林 张火丁老师 前不久 鸾云平晒出自己与张火丁老师的合照 算是圆了自己二十多年的愿望 他不仅和女神合了照 而且还得到了张火丁老师的亲笔签名 喜悦之意更是浮上心头 照片中 张火丁老师漂亮拥有气质 和鸾云平站在一起 还多了一种亲切感 而鸾云平显然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 开心得像个铁哼哼 满是追星成功的幸福感 不过 此次鸾云平追星成功 却意外将张云雷送上热搜 他当初调侃张火丁老师的事件 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当时张云雷被各路主流媒体联合声讨 而张云雷的相声事业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一直也没能公开说相声 不过 最近频频有他的消息 众网友也在猜测 他是不是准备要付出 而在这个节骨验上 鸾云平晒出与张火丁老师的合照 是不是意味着 两家已达成和解之意 所谓的追星成功 究竟是巧合 还是另有含义呢 其实 张火丁老师与德云社并没有什么恩怨 当时张云雷的调侃事件 他也并未放在心上 众主流媒体的声讨 也是某些人借用了张火丁老师的名字 自始至终 张火丁老师都没现身讨说法 其实张云雷本人也不止一次公开表达过 自己对张火丁的崇拜 想想也是 依张火丁老师低调的性格来看 怎么会大张旗鼓的声讨张云雷 所谓的调侃事件 怕也只是别有用心之人 用来打压德云社的手段而已 不过 是无意也好 是别人恶意炒作也罢 张云雷拿长辈杂卦的举动 本身就非常不合适 但他也受到了极为惨重的教训 不仅影响了自己的事业 而且还搭上了德云社些许名声 自他之后 德云社对杂卦变得异常小心 上次周九良拿二人转演员杂卦 还被郭德纲教训一番 说相声不仅要动脑子 更要有底线 这句话是郭德纲对自己的要求 更是对德云社全体演员的警钟 不过 此次阮云平的合照 再加上张云雷近期消息频出 想必对付出之事 已蠢蠢欲动 相信不用多久 二叶张云雷会最终出现在相声舞台上 不过 经历了此次事件后 相信张云雷的作品会更加成熟 也会给全国相声爱好者奉献出更好的作品 既然张火丁老师都没什么意见 而且张云雷也确实受到了训诫 也希望民众不要再揪着不放了 犯错不要紧 改了就好 多多关注作品 享受演员们带给大家的快乐 很久不足的